全神贯注车缝环保袋 而且需要回收的牛仔裤制作而成 实用又美观 也是阿嬷黄泄荣凤的发想 但是你相信吗 阿嬷在十年前罹患肾脏癌 当时在家休养的她 为了转移自己病痛焦点 她到宜兰罗东汉民社区当志工 以前黄阿嬷可是裁缝高手 如今制作环保袋捐出做工艺 这股热情感染其他社区长辈 于是阿嬷开班授课 教导其他人一起动手做包包 学生平均年龄超过70岁 每个人拿起针线认真研究缝线 他们眼神中散发出学习的渴望 与坚定助人的信念 甚至有人还把家中的 复古裁缝机送到社区 免费提供大家使用 制作出来的产品 让民众用发票来兑换 发票再捐给慈善机构 他们来这边做战事 所以他们很乐意来到社区 社区是他们晚年的一个平台 也因为这股善的循环 让来这里的长辈都很快乐 黄阿嬷开心做公益之余 她的癌症也逐渐好转 现在我就说 我当中没有去化疗 有没有我也没有化疗 黄阿嬷我就觉得 你有管我每天很快乐 我跟你说 你快乐是一种良药 她在最热梦最低沉的时候 她都要跑医院 最后她回来的那一天 跟我讲什么 然后理事长 我毕业了 我说什么毕业了 医院的那个医师说 我不必再回诊了 因为我好了 为了鼓励长辈们 进行社会参与 维持生理机能 宜兰县政府运用公益盈余 投入健康存钱同爱的零用金计划 提供长辈学习课程 还能免费获得点数 他们每天到社区报到 凉血压体温 做好健康管理 同样也能有点数 大家的兑换这个有没有带 我们拿起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带 积来的点数可以到生活干嘛店 兑换日常生活用品 有些长辈甚至把换来产品 回馈给社区使用 展现无私的爱 公益彩券盈余支持的这项计划 希望鼓励长辈存健康 减少慢性疾病发生 在快乐生活的同时 也投身公益 种下善的种子 成就爱的循环